大家好 今天呢 叫大家做一道家常菜 青椒炒茄丝 在这个季节 挑选茄子呢 一定要选这种薄皮的青茄子 青茄直接改刀切成丝 如果皮厚的话可以把皮削掉 切好的茄丝放一旁备用 紧接着再把青椒改刀直接切成丝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些小米椒 再准备一些少许的料头 蒜子呢 直接用刀拍碎就可以了 炒这个茄丝呢 一定要多放一些蒜 前期的工作准备就绪 下面开始开炒 锅烧热之后锅内加入一勺食用油 油烧热之后 把拍好的蒜倒入锅中呢 进行煸炒 一定要炒出蒜香味 再把青椒丝倒入锅中继续煸炒 做着的家常炒茄丝呢 没有复杂的调料和配料 改造好的茄丝呢 倒入锅中继续翻炒 做着的家常炒茄丝呢 有一个小技巧 茄丝在刚入锅准备炒的时候 往锅中呢 加入适量的盐 这样子做 我们在炒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加入水的 茄丝经过盐的腌制之后呢 会出少许的水分 这个时候呢 在利用锅的热量把水分呢 蒸发掉 那么这个茄子在炒的时候呢 非常的好炒 这样子炒出来的茄丝呢 口感非常的好 茄丝炒软之后呢 开始调味儿 加入适量的味精 鸡精 糖少许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开大火进行翻炒 调过味道之后呢 火候一定要大一些 用大火来爆炒这个茄丝 最后呢 再往锅边呢 溜入少许的生抽 加了生抽之后呢 一定要继续的开大火翻炒 炒去呢 酱油的生味 炒出香味 最后一步 再往锅边呢 溜入少许的香醋 这个香醋呢 一定要少 大火翻炒几下呢 即可出锅 一道非常好吃下饭的家常菜 青椒炒茄丝呢 就做好了 做法超级简单 在家里可以做 这样炒出来的茄丝呢 没有多余的水分 而且呢 油呢 非常的少 赶快试着做一下吧 喜欢请记得点赞关注 本期的美食呢 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呢 下期再见